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令人相當憤怒和不恥的事 就是這個貓店長波子的蒙爛 話說近日有一個大陸的女人帶了五歲的兒子去觀塘 一間藥房買東西幾個小時後回來 就說藥房的貓店長波子掛傷了她的兒子 店員都想息事寧人 就說可以去附近醫務所負責小孩的醫藥費 但是那個大陸的女人竟然拒絕不止 還要大聲隔惡說不可以就這樣算 要搞大她等等 其後還要報警叫政府部門來處理 然後救護人員到場搞定之後收隊走人 誰知道第二天這個女人竟然帶了漁護署的職員去藥房 很粗魯地要漁護署的職員採取行動捉貓 但是幸好波子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因為之前受經過度留在家裡 所以暫時逃過一劫 現在漁護署留下封信要預約拘捕貓店長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不是說一隻貓還是一次的爭執這麼簡單 首先是藥房的店主店員都其實想息事寧人 但是這個女人擺明說要搞大她 即是說她不是說為了爭執她的兒子 還是想搞一隻貓這麼簡單 她是想借這件事來告訴別人 現在我要搞你 我有權搞你 我有權投訴 我有權就要玩到你盡 這件事不單是刁民 簡直是暴民 而她的內心根本上就是覺得自己是一個暴君 而香港社會是容許這些暴民 假暴君、刁民 在亂搞事 傷害一些無辜的市民 而更加可恥的就是這個政府部門 尤其是漁護處 你說收到投訴就要做事 對不起你收到那些什麼投訴呢 這個根本是無理取鬧 根本是害人 而你就為了處理投訴 就幫他去害人 我心想如果政府部門接到其他的投訴 例如投訴水貨左階 投訴水貨弄髒的地方 政府部門是不會處理這些投訴的 而且會縱容這些左階的暴行 或者不要說暴行 這一種這樣的行為 那現在這個這樣的無理取鬧 這一種這樣害人的行為 你政府部門就勞私動眾 這樣去幫這個來自大陸的女人 我們不是針對她來自大陸 另一個是來自本地 而是她這個行為是極之可恥 是在破壞這個社會的安寧和和諧的 而政府是不分青紅造白去幫她 去製造這個社會紛爭 搞亂這個社會的安寧 這個東西我們絕對不能夠容許 現在網上有聯署 我希望大家支持這個聯署 我也都聯署了 暫時的聯署在我錄這段片的時候 已經是超過六萬的了 另外我希望大家可以的話 要盡量多些去光顧這間藥房 支持一下波子 也都支持一下波子的 或者支持這間藥房的店員 支持這間藥房的老闆 另外也都要告訴 不管是本地 定益或是來自大陸 還是其他地方的人知道 香港是不容許這些 這麼野蠻 這麼無恥的行為去存在 和也都不會容許政府部門 去縱容這些這樣的惡行的